这个女人叫金子,今年20岁,却因为绑架儿童撕票被判入狱13年,此案轰动全国,新闻也在大肆报道,拥有天使的美貌却干着惨绝人寰的事,但监狱里的人都觉得金子简直是个天使,她亲切善良,善解人意,13年的牢狱生活她任劳任怨,助人为乐,育友都与她结下了过命的交情,而她这么努力的背后,却是为了策划一场复仇。 原来13年前的金子被男朋友欺骗,导致怀孕,男朋友也跑了,他只能想到去投靠他信任的白老师,可这白老师就是个人面兽心的变态,在金子生下女儿后,白老师以孩子威胁他绑架一个男孩子,金子迫于威胁照做,结果白老师却在小男孩的家人提交赎金后,直接杀了男孩,而警察也根据线索找到了金子。 白老师为了让金子替自己顶下所有罪名,以金子女儿的性命威胁,金子为了女儿,便承认了所有罪名,因此入狱。 13年里,他想得很明白,他必须找回女儿,他恨这个男人,他要复仇。 所以他在牢里和狱友们搞好关系,就是为了利用狱中的人脉资源,为自己复仇,创造条件。 狱友在他的帮助下,都对金子感恩有加,也欠下了大大的人情。 狱友A,因勒死了自己的情人而入狱,后又想在监狱里自杀。 金子给他做了思想工作,重新给了他活下去的理由。 因此,在金子出狱以后,这个狱友为了报恩,给金子提供了住处。 狱友B,因抢劫银行入狱,但换了肾衰竭,金子毅然捐了一个肾给了他。 狱友感动落泪,也是过敏的交情。 金子利用这份情,让对方心甘情愿为他打造手枪,而手枪的图纸来自狱友C,也就是一个老年瘫痪的见地婆婆。 金子任劳任怨地照顾他的一切起居生活,老婆婆因为感激他的付出,便将自己珍藏的手枪图纸送给了金子。 狱友D,是个艺术家,在狱中受尽了狱霸的欺凌,而金子暗中报复了狱霸,在他饭里加了漂白水。 时间一长,对方受了重伤有慢性中毒,死了。 而出狱后的收入来源,则来自于一家蛋糕店,而经营这家店的,就是监狱里以前的厨师。 工作因此有了着落,金子出狱后住在了育友A提供的住所,并且在自己房间的桌上摆了当年被自己绑架并死去的男孩照片,还有自己的照片。 那天,他做了个梦,梦见白老师变成了一条姚伟起伶的人面狗,他在梦中一枪射杀了他,酣畅淋漓。 第二天,金子到当年丧死的家属面前,毅然决然地自断手指,以表忏悔。 接下来,金子开始到蛋糕店上班,当年处理绑架案的警察,也前来探望他,因为警察对当年的一个疑点一直耿耿欲缓,他不明白当年金子为什么不顾一切地承担罪名。 情境模拟时,金子连怎么绑住一个人都不会,居然还绑了个蝴蝶姐,甚至连作案工具都指认得不经不出。 因为金子执意认罪,警察当年也急于定案,便直接盖棺定论,但金子并没有给他答案。 接下来,金子开始调查女儿的下落,原来,女儿出生没多久就被一对澳洲夫妇领养了。 金子立马前往澳洲,和女儿见了面。 短短的磨合,女儿也和自己相处得很愉快,但当金子要回国时,女儿却不敢让他离开,还以死相逼。 澳洲的养父母只好答应他回韩国晚一段时间。 回到国内,金子的手枪也制作完毕,这一下可以开始复仇计划了。 他先在深山里,找到一个人计稀少的废弃学校,很适合杀人灭口。 然而白老师这几年也一直在暗中谋划着,监狱里的牧师就是白老师的儿幕。 他一直在监视着金子,直到发现金子和一个女人会面,才发现这个女人就是一直潜伏在白老师身边的人。 这个女人就是育有弟,她出狱后就一直帮忙潜伏在白老师身边,等待金子的复仇指示。 但是这期间也一直遭受着白老师的灵虐,终于等不到金子的指示,所以她今晚在饭菜里加了米药,坐等复仇。 但由于牧师通风报信,白老师立刻查清了她的底细,知道她是金子的人,立马雇了两名杀手去暗杀金子。 另外还叫女人回家吃饭,女人一到家就被殴打成重伤,绑了起来,一边还悠闲地吃着饭坐等金子被杀死的消息。 可惜的是杀手并未完成任务,被金子用枪反杀了,一死一伤,金子立刻赶回白老师家里,而白老师此时已经被饭菜里的迷药迷晕了,总算是等到了这一刻。 金子愤怒地用剪刀剪去了白老师的头发血粉,最终是控制住自己的怒气,为了不留下证据将白老师带往废弃学校再处理,杀死这个十恶不赦的变态前。 金子借白老师之口让女儿了解了当年的一切,女儿也原谅了妈妈当年的抛弃,就在金子扣下板机之前,白老师的电话响起,金子拿起他的手机却意外发现,手机挂坠上有一连串孩子的小玩意。 有当年那个死去男孩的红色弹珠,有发带,有扭扣等等,他非常震惊,心里明白了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。 从犯罪心理学上来说,有一些变态会有收集皮,往往会永久保存着受害者的物皮,以此提醒自己的丰功危机。 也回忆着当年犯罪时的细节,不停获取自己的满足感,所以这一连串的小物件应该就是来自于好几个孩子。 此时金子心中产生了更好的复仇计划,他狠狠抱揍了白老师一顿,又用手枪打碎了他双脚的骨头,接着回到白老师家里找证据。 果然,找到了一盒录像带,然后金子去见了当年处理案件的警察,告诉他整个事情的经过。 看了录像带,警察也愧疚万分,如果当年自己继续追查,就不会有后续几个孩子受害了。 金子召集了所有受害孩子的家属,并将录像带播放给他们看,家属们都崩溃了,金子与他们商讨如何处置这个杀人恶魔,并且全程用窥音器直播给白老师听。 最后,所有的家属一致认为要共同首任这个恶魔,并且让警察公正,毕竟走司法程序的时间太长了,而且韩国当年并没有死刑,对于这样的恶魔就太便宜他了。 于是,所有人集体拍照当作证据,防止有人泄露机密。 一些人开始执行这一场集体复仇行动,他们在白老师的下面铺上塑料膜以裹住血液,轮流进去报仇,一人一刀,或者一斧头,一剪刀,直到断气。 最后在集体收拾现场,将尸体抬到深山掩埋。 金子最后在尸体补上了两枪,完成了他的复仇。 掩埋了尸体,最后所有人回到蛋糕店,一起唱了生日歌,吃了蛋糕,以纪念自己的孩子,最后各自离开。 此时,女儿的养父母也来接他了,金子觉得自己内心还是罪孽深重,没办法快乐,更没有办法带给女儿幸福。 虽然伤心,但还是放手让女儿去过自己的人生,并嘱咐女儿要活得纯净洁白,接着一头扎进一块豆腐形的蛋糕里,洗出自己的罪孽。 我是阿九,一句再见,沧海变桑田,一句想你,梨花秀待遇。 con屎之前,为了她见到尸体保持在一起的相对,没有人生存和视别人来保持在一起的计划。 准备我看这个写得很自然的,没有人生存和调查,没有人生存和谈 seperti那样, 完全没有人生存和谈恨我,我们这次会见。 但是没有人生存和谈恨,你自然永存和谈恨的但人生存和谈恨的, 没有人生存和谈恨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